传说远古的天神都是从昆仑山来到人间 而这个地图上面 竟然记载了传说中昆仑山的所在地 没错 我们要寻找的 就是那个在《沙海经》中频繁出现的昆仑山 作为我国神话排名榜第一个神山 它的真实位置究竟在哪 从来都无人知晓 目前西北处的那座昆仑山只是被后来命名的产物 尽管它也非常神秘 比如这样 你们看我手对着地下 听不到静点的声音 我慢慢把它举起来 你听 在昆仑山附近 静电居然可以强到如此地步 仿佛一瞬间化作四雷之神 不仅如此 还有这样 这个是手机原相机拍摄的 对面有个雪山 我们手机放大看一看 手机可以放大到几十倍 这个相机怎么了 什么情况 不是吧 不会是因为我导航吧 不会是因为我手机 像是我导航被撞坏了吧 怎么回事 在能正常拍摄其他画面的情况下 唯独雪山似乎被设了一道屏障 根本无法拍摄 不过 诡异的背后 并不能说明它就是《沙海经》中所记载的那个昆仑山 真正的昆仑山 还有众多硬性条件 比如在外形方面 昆仑山应该是个连接天地的柱状山形 可翻遍了整个昆仑山脉 只见四处都是林立的山峰 唯独没有类似柱状的山体 其次 昆仑不仅是一座类似柱状的山 还应该是一座四方偏高 形似眼盆的方山 特别是顶上还有池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线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沙海经》中还明确记载到 昆仑山的位置在西海的南边 周围有流沙 一黑一红两条河流分布在前后 此山万物尽有 外边还有座炎火之山 经过查询 面有九井的井字 泛指从地面往下凿成的能取水的深洞 而九字在古代又被认为是最大的数字 不代表只有九个 意思是真正的昆仑山上 应该还有非常多的坑洞 显然现在的昆仑山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那我们按照古地图上的标注 能否找到一些上古的痕迹